阿,我們剛剛已經錄了,只是你要講幾月幾號 對,一開始是發生的 等一下,我們再幾月幾號 9月1號啊 9月1號 9月1號的晚上9點,9點左右 你有拉時間喔 大概是到9點左右 然後呢 那時候發生什麼事情 不要啦,不用再重講 不要啦,不用再重講了啦 前面我們都沒有聽到 前面我沒有問到啊 我只有這個問題要問 對對對,那前面是我講的 因為我已經聽到了 他中間那一趴有講好嗎 沒有沒有,重點是我要知道他第二個問題 問什麼 你第二個問題問他什麼 不是,你還是要從怎麼講 這樣大家才聽得懂 對啦,對啦 我們會分享出去讓大家知道 那你為什麼不下次跟我前面說 再說就好 那你很難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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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分鐘拿來講一講啊 我現在還是有肉體 我需要睡覺 我知道啊 你講一下會怎麼樣 五分鐘啊 講一下快速講 快速快速 不是啊,你們這樣是非常出力的 前面這邊會剪掉 這邊剪掉 完全沒移的 反正你們就想這樣知道而已 對 只有前面喔 我只講前面 好,你只講前面 沒有 就 在拍車 要 底下室 進地下室的時候 突然 眼前就是 頭頂上 開始好像有光 要溢出來的感覺 對 對 然後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哎呀 那個 就是 我心裡想說 拜託先不要這個樣子 我再開車 等我把車停好就好了 所以他就讓我先把車停好 然後突然間 我完全就是陷入一個 眼前就是 陷入一個 完全都是光的一個狀態 然後我就閉上了我的眼睛 然後那個 那個 開始 這個光 就開始 畫一些畫面 就是大概簡單的告訴我 這個宇宙是怎麼 而來的 就怎麼誕生了這樣子 稍微用我們人類比較好理解的方式 呈現給我 這樣子 大概就像是 過了一分鐘 因為他蓋住了 也有一分鐘的時間 然後他就開始 我的身體 我眼睛開始變霧茫茫的 我的身體是整個 被拉上天 而且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一眨眼 大概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大概不到一分鐘的時間 就到了一個 藍色 的一個類似 宮廟那樣子的感覺 就是天間的這樣子 像 像那個什麼 像那個 基督教的教堂的異樣 那樣子 可是 可是是用水晶打 打造的 對 然後他們的環境 都藍藍的 對 就是說 他們的環境 就是 藍色 比較多 對 然後 就是有一個 對 然後 金法的白人 就開始跟我講話 對 但是他不是用講話的 他是直接 用心電感應的方式 然後 就是簡單的說 你好 我是 來自馬書信 邱的一個人 這樣子 那 你現在 被我帶到這邊 我即將要告訴你一切的話 他就只有這樣講了 對 對 然後 突然那個宮廟 那個大概四五公尺的高的一個大 大門就開了起來 然後 裡面就是有非常多尖尖的東西 這個尖尖的東西 就是圍成一圈 然後 中間有一個小小的一個球 這個球發的一個非常亮的一個光芒 這樣子 對 然後這個馬書信 就拿起這個球 對 往我的身體裡面塞 這樣子 往我的心窩 心窩 那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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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明顯的心脈絡嗎 對啊 對 他就往我的這個心窩這邊塞 然後 我在車上 的姿勢 我也是 我在車上的一些感覺 我也是都可以感覺到 我同時都可以感覺到 所以我感覺到 我的身體 是微微的拱起來 嗯 嗯 就 有 就 就這樣拱著這樣子 然後 那時候感覺是非常舒服的 就是 那個光芒是更大 但是 那個光芒很舒服 就是他不會刺眼 對 這樣子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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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 就這樣子澄清大概又一分鐘 然後當我在睜開眼睛的時候 就會 回到了現實 對 然後後面發生什麼事情 還要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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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沒有沒有 等一下等一下 那我想提外話 有一個問題 因為這件事情 是你在地下室發生的 那整個過程 行車紀錄器 應該有拍下吧 看一下 但是會講 但是沒有拍到我的臉啊 那我想聽到聲音啊 那你就車上放一個GoFu 有點類似 聲音可能有點類似 聲音的聲音 就是 喔喔喔喔喔喔 喔喔喔喔喔 喔喔 喔喔喔 這樣乖乖的嗎 感覺是 啊 這樣子啊 哦喔 感覺 感覺會 就是 然後突 突然間我就 欸 突然就有人在跟我講話 那它有說 它要待多久嗎 待在你這邊待多久 待在你的心窩裡,待多久 如果我還沒有到第四維度 就是更高一個維度 的話,他一輩子都會陪著我 但是如果我在這一次 修行成功 修行成功 那到了第四的那一刻他就會消失 是喔,那你到了那個維度你會變成什麼樣? 嗯,我可能會對時間跟時空的感知會 能力會變強 然後,我可以去 搖失我的過去 我可以去看我的過去 對 我才可以去看我的過去 所以他才不跟我講我的前世是什麼 喔,他要你自己去體會,自己去搭檔 嗯 嗯 哇賽,第四維度 所以他算是你的導師就對了 他來教導你的啦 這一次來教導你的 他其實就是蓋著 他就是 就是 引導你的一個人 那你要給他小飛嗎? 他到你後 他帶你導覽你的一神 你要給他小飛 但是 至少 呵呵呵 這真的蠻妙欸 好啦 我們大概 這免費的一次 演講結束了 對啊 嗯 那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還要補充 你補充一下 你沒講的講一下嗎? 你問他什麼問題 你問了問他什麼問題 來,第二個問題直接切入 對 你那時候第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為什麼選上你 第二個問題 你問他什麼 你講出來 第二個問 好嗎 就是 可以 不是 因為 講 人生哲理可以亂擺嗎 給我講喔 好啦 我現在講 比如說 人生哲理可以亂擺嗎 對不對 對 我就講著頭頭是道 然後告訴你說 有外星人主在 這樣子 可是 所以我腦袋其實 一直有在懷疑 自己是不是 精神分裂 就是 就是 就是怪怪的 好像 有 感覺就是有另外一個自己在跟你講話 那種感覺 所以 我 我就 有點忐忑不安 所以 我就問他一個問題 最正式的問題 我就問他說這個 宇宙有幾維度 就幾個空間 就是 幾個層次的空間 這樣子 對 然後 等一下 然後他就 突然講 嗯 十一 然後 突然又改口 十這樣子 嗯 然後我就半信半信 所以就開 開寫的時候 來 我說 他說 就你們 就你們人類所說的第十維度 第十一維度 跟第十維度 這樣子 對 他一開始說十一 但是他又改口說 啊 是十這樣子 嗯嗯嗯 對 於是我就打開了那個 畫家子 對 不是 就打開了Google說 這個 這個 有幾維空間這樣子 嗯嗯嗯嗯 就目前我們人類所說大概有十 就是那個維基板上面就像寫了 他說十或十一 哦 他回答得很正確 然後你就去查 他回答得很正確 他說十或十一 哦哦 那我就 那我就跟他講說 欸你剛剛有說十 十一喔 他最後又說 十是怎麼回事 他說十一不用理了啦 十一是造物主 十一是造物主 所以 也不用了解 十一是什麼 造物主 就是 創造整個宇宙的 哦 科學 就是外星學他們講 母體 哦哇 那是等於母體嗎 對 他就是阿法 好不好 哦哇 那詞人類最到最高 那我們人是第三嗎 那 倒數十一啊 這樣子 嗯 倒數十一 倒數十一 那我們人類是第幾 第三 對啊第三 你要講地球人 好地球人 那其他星球人他的維度成大 那你下一步是當什麼人 那他是第幾人 哦那 哦 某星球人是第幾人 第五人啊 他是第五維度 快要六了 哇 所以 第五維度就這麼屌了耶 第五維度就是 你看 第四維度就是 就是 就是對空間 跟時間的感知 可以感知得到的 就是你可以感受到 一些時間的流動 就很像神啊鬼啊 我們也可以感受到他們 是不是 嗯 就是第四維度就是 你已經可以開始 感受到這些東西了 感受到空間跟時間的變化了 嗯 對那 你自己想想看那 第五維度又多了什麼 嗯 多更多了 但是我跟你講 我 我沒有辦法知道這件事情 我知道 對因為你還沒有達到啊 不是 還很遙遠 為什麼需要知道 嗯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把 把握現在 不要去看那些過去 或者是 你去想一些很未來的事情 對 對不對 嗯 你明明就在第三 你還跟我講 你 你白癡嗎 想太多了這樣 你想太多 你沒有意義嗎 對啊 對啊 沒有 其實就是自己娛樂意啊 自己做夢 那目前有沒有 地球人是有達到 第四 第五 他就說那全台灣 全世界有疑義啊 他講說疑義人有 知道這個 這個東西 我跟你講 地球人上面 還分很多種人 對 地球人有很大 一部分都是 外星人比較高 維度的 外星人的靈魂 投胎轉視到這個地方 所以他 他 他有可能就是更高維度的人 就是說 他長大成人以後 他突然 頓 頓悟了 他知道他可能是 比四還要再更高的人 所以賈伯斯是什麼人 嗯 什麼 賈伯斯是什麼人 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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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所以他說 地 我 我剛剛講到哪 一半以上的地球人 一半以上的地球人 都是 第四第五度的空間 不是不是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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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不是沒有沒有 就是 就是有覺醒的人的一小部分 有覺醒 像 像 像 通過往上學習 其實很多人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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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星人 投胎轉視到 這 他透過意識跟靈魂 投胎轉視到 地球上面 對 對 所以 地球人的 人的 那個身體 是不是像交通工具 車子這樣 可以 就是坐到這台車 然後就這樣移動 是在帶你 是啊 不是 他 他不是直接 他不是直接把意思 灌在一個成年人身上 或者意思說 他是直接 投胎轉視到一個嬰兒身上 我知道 他的體驗是從零開始的啊 這個 這個體驗是從零開始 他沒有辦法說從 了解 就是像 鬼附身那樣 是沒有辦法 對啊 沒有辦法 所以 欸 我怎麼會講到這個上 那我要怎麼到達這個level 你不是跟 你不是這樣過嗎 怎麼了怎麼了 心存善念慢慢去修 對不起因為我ㄎ掉了 但是 你在這輩子 你也不一定能夠達到 你這輩子也不一定能夠達到 而且我也不是念佛的 所以我也不知道 因為要修啦 要修啦 修閒 如果我是念佛的 我達到這個 我會跟你講說念佛 佛經有用 可是我是突然間變這樣 你要我怎麼告訴你 我怎麼達到 你現在還在學習 還在study 對 他開啟了 但是還在學習 他在開啟 他現在要開始 給他幾個月的時間 剛好就是跟小朋友一起開學 對 你現在也是開學 對耶 你的開你也開學 你剛好9月份開學 他們9月份 9月1號 那可能就是在五年 一年兩年五年十年 0901會是一個地方的故事 9月1號 9月1號 第幾個人又知道一個故事 而且那一天是 發生賣假口罩那一天 發生賣假口罩那一天 新聞爆出來啊 你看他都已經什麼level 然後你們這邊講的假口罩 對啊 可笑的口罩 超低級的人 低能 在那邊講的 假口罩 my fuck 人家已經什麼level 你在那邊炒口罩 炒口罩 你有在照嗎 看 搶什麼搶 做什麼夾 就是賺點錢 所以 所以陳柏宏 你說他的名字叫做 蹦 就 他的 他的 全名啦 全名叫什麼 我全名的我不知道 這個我沒有辦法說謊 這個我不知道 還是他也沒有名字 那你會想跟他做愛嗎 他是男生耶 他可以變女生啊 他也可以變女生啊 他也可以變女生 他可以變女生 他可以變女生 那你第二個問題還沒講 所以你第二個問題還沒講啊 回來第二個問題 你第二個問題我說你 第一次看到他的時候 你已經問了他說 你為什麼早上我 好第二個問題你問了什麼 自己跟大家講 就是思維啊 那第三個問題是什麼 然後 我還沒有講完 然後 然後 然後他就是 那我就問他說 那這個 宇宙總共和記維度 所以你先不要講維度 你先講說 你第三個問題問他什麼 第三個問題問他什麼 對你不是問他能不能什麼 之後都沒有什麼重大的記憶點 因為 因為都是人生的道理 你不是有問他說你們怎麼做愛 大家都成年人了 大家都成年人了 不是 那你為什麼不講 不是啊 我跟人類一樣 他們就是人啊 他們長得跟白人很像啊 哦 但是他們就人 所以他們有機器啊 對啊 只是說他們 就是 是 就是 他們可以 變化他們的男跟女啊 這樣子 哦 所以他今天想說哪一種 從 哪一種 就是你要轉變性別 這還不錯 代表我們很多周遭的人 都是這些人 外星人 對 一下可以一下拜 這樣子 一下可以一下拜 然後一下第三姓啊 你以前覺得很奇怪 一下第三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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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生戴假髮 哈哈哈哈 他現在戴 剃光頭 剛好 買一個假髮 衛生紋 給他 這樣子 衛生紋 那是那種 臭怨那種女鬼 假髮 怎麼了 哈哈 做愛的故事還沒有假髮 啊 那你快講啦 哈哈 那你快講 你很慢 那我就問他說 那誰比較爽嗎 哈哈哈哈 那誰比較爽嗎 哈哈哈哈 你臉都很太低調了吧 然後他 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完全是不同的爽 都很爽 哇靠 這麼deep 好deep喔 哇 他就說 女生的爽 的強度沒有那麼強 但是可以一直持續 很棒 對呀 他都有體驗過吧 但是男生的那個強度 極強 就是那一發 欸真的耶 他真的知道耶 因為女生真的可以很多次爽 一直高潮啊 就跟人體一樣 對 真的耶 欸陳柏鴻真的知道喔 是 太神奇了 然後咧 好你繼續講啊 你繼續講 啊 就這樣 然後他們說他們 是 他們的壽命相當於是 一千個地球年啊 一千個地球年 那超久的 哇賽 沒有 但這個還牽涉到引力的問題 啊 就是 就是 這個 愛因斯坦那個 俠儀相對論 他有講 他有講到說 如果 我們周遭的引力越大 嗯 我們 我們周遭的引力越大 我們在這個 宇宙的時間 會過得越快 對 對 所以在某數星人 的 感知裡面 他 他 過一年 相當於是 低球 過 過 十 十年啊 哇 他們活超久 活一萬年 差不多 這個 這個是相對論 這個是科學有 印證過的 所以那個星際效應才會這樣拍嗎 嗯 你知道我在講星際效應是嗎 不知道 那個電影啊 代表是導演遇到過啊 那個導演不是 不是有把一群人帶到一個 全部都是海 海水的一個星球嗎 對 對 然後結果他們在 在上面帶了一個小時 結果 回到那個太空串 已經過了二十三年 對 對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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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有我印象 對對對 對對對 就是這個 所以這個導演 他一定有遇到過對不對 他應該是有遇到過 因為他 他叫諾蘭 諾蘭就是天能 就是他拍的喔 現在 演天能的就是 洛南導演啊 天能啊 天能啊 哇靠 那這部片真的存在耶 天能這部片真的存在耶 他也是在講過去為 對耶 過去的東西 欸對耶 還有全面啟動也是他拍的嗎 全面啟動也是他拍的 對啊 那他真的遇到了 不然他怎麼會想到 這麼厲害的電影 對啊 他遇到了 那我們對不對 誰會拍這種電影出來 對啊 誰想得出這種 因為他遇到了 有人在教導他怎麼拍這個電影 Holy shit 他在宣導 對啊 他在宣導 他利用電影嘛 對啊 宣導可以宣導 當神話 幹 對啦 要不然跟電影 人性 跟地球人是符合的 對 跟地球人是符合 然後他利用這樣子的一些 規律然後去 要你知道一些事情 嗯 真的 所以因為很多人都是處於這個狀態啦 所以很多人去看這部電影 為什麼看不懂 有些人看得懂 像我就有點看不懂 陳博凱就看得懂 嗯 像你也看得懂 你懂嗎 這代表說就是他現在就是在宣導這個東西 然後還 而且 我看網評 因為看不懂的人都狂批評說是爛片 可是看得懂的人都說非常好看 對啊 就代表說那些人是不相信的 對 對啊 他的智慧跟 想法還沒有到那邊 就是 低等跟高等 對啊 對 沒有啦 不要這樣想 就是不要去分成低跟高 就每一個人其實都可以 對啊 找得完的啦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 沒有 有可能悠悠他已經 曾經某一次 已經有到達這個境界了 對啊 那你說他跟你說他第幾次啊 蛤 我嗎 他是對你第幾次 我 我才第五次而已 你第五次 那他 沒有沒有沒有 我第六次 那他第幾次 那他第幾次 那你的 蹦是第幾次 什麼 我 那你的朋友 你的那個毛術性能是第幾次 靠你 這個我沒有問你 蛤 你現在問一下 你現在問一下 趕快我等你 你剛剛是跟我說在睡覺吧 他只有 沒有 他就只有說 他就說 他說存在於馬術性 求的人 都過了三千三萬十 那 他們也數不出來了 那現在是他現在在告訴你嗎 對啊 不是 因為 因為他們的智慧等級很高 你自己想想看 我們光從 三要收到四 都 幾次 欸 他們現在是 所以幾千幾萬次 他們也記不得了啦 大概告訴你 那儀式的單位是多差 儀式就是從一生到死啊 喔 叫做儀式 比如說我們上輩子是 豬或是螞蟻 那就是生到死 就是儀式 那你上輩子真的是豬嗎 沒有 沒有 這一點我確定不是 那你是什麼 沒有沒有 因為他有講到 人這個靈魂是有智 是有智慧的 他沒有辦法躲到出生島 喔 對 他沒有辦法躲 就是我們的靈魂 是沒有辦法去做 做牛做馬 做狗做毛的 對 是沒有辦法的 我要躲到 我要躲到 打耳機 對 但佛教裡面為什麼這麼講 是因為要晉替人類啦 喔 要人類晉替啦 不要 所以說你上輩子是那樣子 那你這輩子你要好好做人 還是 要過得更好 對啊 那你是什麼 那你是什麼 他沒有講就是人而已嘛 就是 都是地球人好不好 都是地球人 我一直從我的靈魂誕生到現在都是在地球 那你之後會變什麼 我都會知道 沒有 我要跟你講 這一個宇宙 它還是一個時間線在進行而已 我知道 可是不同空間 它沒有只有一個時間線 沒有不同空間 沒有所謂的平行宇宙 就是一直在走 所以連他們都不知道 未來有發生的事情 好啦我懂了 我大概知道了 他們沒辦法預知未來 我懂 因為它只是Level比較高 他跟我們是現在正在進行四 他們不是未來人 他們沒有辦法 預知未來是可行的 但是預知未來是根據 星球天體的運行在尋去 預知未來的 並不是他真的看到的事情 那好那我這樣問另外一個問題 所以算命的到底是真還是假的 算命 當然是真的啊 只是說 在於他的公義的高聲而已嘛 對啊 而且 而且 好 比如說是媽祖 你問了一些問題 媽祖可以不用跟你講實話 你知道嗎 很多事情是不能講實話的 對 太傷人了 不是不是 也不能說太 也不能說太傷人 就是說 你要讓它自然而然 就是你不能去改變過去嘛 這個是一個宇宙的法則 嗯 對 就是說 過去就過去了 對 對 你不能去改變未來的時間線 對 因為事情就是會發生 所以其實這個 對啊 這個他理論 的 的根本就是 即時行樂 可以這麼說 可以這麼說 就是說 你要 活在當下 嗯 對 你要活在哪 即時行樂 即時行樂 但是你要活在當下 對啦 沒錯 太正了 太正了 對啊 我們可以開始組一個宗教了 誰要在上面講 誰要在上面講 哈哈哈哈 可能是陳伯鴻啊 對啊 我來錄影就好 我覺得 沒有你就上去傳道 你知道嗎 沒有沒有 如果真的有這種事情發生 我不希望是像那個什麼 廟神師父那樣子 當然不是啊 那你要到少榮嗎 那你要用什麼方式 你要到少榮嗎 不是 因為 開自己的唱片好了 哈哈 因為 那些狂熱分子 是把這個人去崇拜 你唯一要崇拜 只有你自己而已 你怎麼會去崇拜別人 因為你告訴他 你要崇拜你自己啊 所以他也崇拜 所以那些狂熱分子 是真的耶 對啊 那些狂熱分子 他是在崇拜一個人耶 他不是在 如果你真的是在修行 你是要愛自己 你是要崇拜自己 你是要崇拜自己 你怎麼會崇拜一個人啊 天啊 我的媽呀 而且他還是活人 那真的 對耶 對啊 很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所以 廟神師父真的有法力 而且他是真的是已經開悟的人 而且他已經是視視為的人 可是 靈還是有分號更快 他就是一個作惡的人 作惡的 壞人 他就是一個作惡的壞人 他做什麼惡 他做什麼惡 不是啊 他 他就是在 就是 你 你 你用宗教去控制人們 然後 賺錢 去謀取的一些 利益嗎 在修行人 本末導致的事情 你知道通常 我們這一類人就是 修行到最後可能會對摩世需求 不會這麼的重視 因為你重視是你心理層面的事情 你懂嗎 但是結果他拿去 對 他拿去 就是 就是 做一些 就是 好像 當時你自己是有權有勢的人 嗯 這樣子是很不好的 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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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 其實他 他 他真的這一次是 已經開悟到 已經 第四位的人了 對 但是他一定會有 夜報 嗯 他一定會有分過 對啊 啊 好啦 三點 可是我覺得 還有 還有最後一個問題 我覺得 好 你總結 我還要總結 我還要總結 我還要總結幹嘛 你要總結啊 你要總結啊 總結就可以結束 要有始有終啊 總結 看好難喔 我剛剛講什麼還需要總結 算來個Q&A好了 對啊 一個Q&A當那個總結會比較好 我搶你想的 誰搶 他那個什麼心是哪三個字啊 沒有啊 這個上網查就有 你不用問 浪費一個問題 對啊 所以是一樣的字 不要浪費一個問題好嗎 來 你問 我問嗎 我想不到了 你問一下 好我想一下 我想一個問題 你等一下喔 真的是有意義的問題 好有意義的問題 對我們要做一個one minute ending 好 全地球人最想知道的 全地球人最想知道的事情 你說我啊 對我要問一個 對全地球人是 代表地球開始幫他們 對 你當地球的首領 問他問題 對 好 該一句 你在跟我講話還是 沒有在跟我講話 在跟我講話 對他跟優雅講話 讓他思考一下 很難 好那你 好那你覺得 你經歷過這整件事情之後 你最想要啟發給現在的地球人 什麼樣子的訊號 什麼樣子的訊號 這個 這個Andy不錯吧 不太好 我覺得非常正吧 給地球人 什麼一個訊息 這個前幾天 有跟沈默改聊 聊過 對 那是什麼 那再跟大家 你第一問三不知啊 K FK未來人 不是 於是2048年 會有一個超級戲劇 會戲劇群群群群 會造成三十一六四 失光嗎 就是說 因為我跟 陳鵬當天 同一天 9月1號 我收到未來的 就是我看到這個影片 那他遇到光了 對 然後這個KFK 就是說 在未來大概18年 就是2048年 會有個超級戲劇 28年 在28年 反正陸陸續續 這世界都會有戰爭 那個影片有講這個話 有啊 就是說陸續續會有戰爭啊 陳伯鴻你怎麼知道的 這個我是看的啊 我先要講別的事情 好好 你先讓陳伯鴻講完啦 好 2048年 然後咧 你跟陳伯鴻可以講 然後是什麼事 會有個超級戲劇 閉嘴啦 我要聽你哥講 奇怪 好 然後 然後 未來人又說 大概快到2060年的時候 整個人類會提升一個維度 就是 我們 以現在 地球人的角度來看 我們都變深陷了這樣子 2061 大概在 快到2060的時候 哦 對 對 嗯 對 那為什麼 這個毛術星人 那個時候就 就跟我講了 對啊 他就講這些事情 那等一下 他不是 他就跟我講說 人就是要做善 就是要心存善年 所以我給地球是一個指示 就是 要心存善年 不然 在未來的某一天 那些做惡的人都會被消滅 被超級戲劇 或是一些 文藝啊 地震啊 或是戰爭 災難啊 災難啊 大爆發 大概會死 會總共十二 四五十億人 對啊 那就世界剩一半的人口 這世界大概只剩一半的人口 所以只有這一半的人 比較接近四的人 可以生存下來 對啊 因為他要去 進化地球啊 他總不能 讓地球這麼多 欸 你明明就離四還很遠 結果我還留 你在地球上幹嘛 人類 地球的 人類要整體 提升到地四維度 你還差那麼遠 你給我滾 什麼level 哇靠 level太低就淘汰了啦 對 就直接淘汰 淘汰 文藝 戰爭 那我問你 你現在是什麼 什麼level 他就已經講 你還一直 你一直問 3.9 你等一下自己聽 重播 好不好 現在要問最後一個問題 不要浪費別人問題 好不好 不好意思 你是這樣 不好意思啦 OK 所以好 3.9 所以會把那些人給毀滅掉 然後只留這些第四度空間 update 對 對 因為他 他要讓這些人士 趕快投胎到 別的像地球一樣 第三維度的 星球上面 因為現在此時刻的地球 準備要到四啦 OK 那照你這個 照你這個 照你這個方式講 那就像是在打一個遊戲 你要一直進階 進階再進階 才會去下個level 對啊 所以 所以你很常聽到一些遠古的傳說啊 這個神都是在打打殺殺 嗯 對啊 對啊 對 都在打打殺殺 神都在戰爭 其實他就是在做這些事情 那所以我們也避不了 遊戲 遊戲就是這樣演 那等一下 那你說的 2048年會先死一波人 2031年 2060年 嗯 再死一拼 不是 沒有 超級戲劇 你死掉之後 那些人都是第四維度 來來來 2048年就會超 就會 對 這個不是 這個毛術星人跟我講 這個是那個未來人跟我講 那個 那個影片 2048年會有一個超級戲劇 2049 等一下等一下 聽聽聽聽聽 先stop 我幹嘛要管影片講什麼 我要管你現在的毛術星人跟我們講什麼 你不能看影片告訴我們答案 沒有那個是 我早就是 毛術星人跟我講說要新存三年 因為在2048年一直到2050多年 會淘汰一批人類啊 他就這樣跟我講 就這樣子啊 所以現在來2020的 新冠狀肺炎是在淘汰人嗎 算是 但是同時也是給人人了一個警告 Fuck 對啊 超合理的 嗯很合理啊 對啊 超合理的 整個下來就很合理 不是 人就是這樣子嘛 所有的萬物都是這樣子 沒有先經歷過痛苦 你怎麼去昇華你自己 嗯 對啊 齁 齁 齁 對啊 這就是最後的總結 齁 嗯 齁 所以 所以 我是可以去開市了是不是 去開什麼 你可以轉行啦 開市 可以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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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聲一點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小聲一點 你有沒有印象 當初我們去南投算命的時候 然後你問老師說 老師 那我下個行業會做什麼 你知道他怎麼回應 我知道 我有在想這件事情 好 然後他說 他就切笑了一下 他說 喔 你以後 你下份工作做的事情 可能會跟你現在的事 截然大不同 對 那你覺得是不是有可能 有可能啊 對啊 有可能啊 幹 對啊 這個是不是有可能 全部都連在一起啊 有嗎 有啊 有啊 有 有可能啊 因為以後的時代 是不需要這樣子賺錢的 就是 賺廣告費就好 對 每個人都是自己的老闆 自己賺廣告費 對 對 所以 一定要看網路資訊啊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拍一個影片 這樣子啊 那這個是不是 來一場趴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可以去問老師 我們可以去幫忙問一下 問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可以幫我問 對我想問問看 我想問問看 我想問問看 好啊 因為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而且 你又說 現在就是在掃光一批人 就是一個景氣 這個感覺 你自己想想看 現在在掃光多少人 對啊 那其實已經掃光很多人了 結果 人類還是在你們正群奪力 因為人 70億在這地球太多 100億就滿了 所以 你們知道在毛術星球上面 只有多少人嗎 多少人 毛術星有一個叫做 柔一柔的一個星球 他就叫做 李柔 Zoe OK 沒有是李柔 以後 OKOK 多少人 對 他們的星球大概 跟地球差不多大 他們只有 5 5.24億 人 的人 好少 他說他們 政府規定說 每平方公里 只有12個人 齁 哇 地這麼大 所以他們也只有政府 不是 他們也是跟地球一樣大的變形 我知道是這樣 空間這麼大 他們是有政府 有文明的 都有 對 好 這個 這個是我看來的 你不要看東西好不好 你一直作弊幹嘛 他不可能每個東西都告訴我 我自己還是要 要 你判斷他也是一樣的 要 要 要去修 還是 還是要去學習 就是 那個什麼 引 引途入門嗎 修行在個人嗎 對 你要去精進 你要去精進 你要多去吸收 別人 可能也 對啊 所以你要開那個分享會 大家互相精進啊 你找到什麼資料 你遇到什麼事情 大家分享 對 這樣才會開始做 更多人真的知道怎麼運作 這個是這樣 對啊 所以是可以啊 所以這你的責任啊 他找你就做這個啊 所以你就是在 沒有 因為他有跟我說說 我這使命就是分享 那對啊 那你就是牧師轉行啊 你真的在轉行咧 大家都把這時候轉行 好可怕喔 但是要幹嘛這時候轉 超可怕的欸 那我 大概還要好幾年的時間 那你有覺得 那你有沒有覺得 等一下陳柏宏 你有沒有覺得 那其實那個母娘算蠻準的 她算蠻準的 但是就是 有 有 有一些東西她不說 或者是 她不說這麼老實 她不想說 她自己有 我都知道 因為她都只會帶過 講吧 不是英語 就 就是不能說嗎 有些不能說 就是說什麼辦法 Holy shit 我大概懂了 我大概懂了 嗯 對 代表說 是真的有這麼一回事欸 真的有啊 這空間這宇宙 就是有這件事情 然後真的是 要少這些人類欸 對啊 好可怕 沒有啊 70億人 地球人太多了 太多了 所以現在他們都會做一個 不是 可是他們都死美國人 比較多欸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美國人 最可惡的啊 好像是欸 然後台灣死最少 沒有還有 日本就是說 以後好像說會 整個日本一半都不見了 地震都全垮了 因為日本人很壞 對啊 然後首都會牽到岡山啊 就是沒有動機 因為 日本應該會變成這樣 是因為他第二次世界殺 大戰錯誌 事情 太壞了 太壞了 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業力影響太深了 對啊 就慰安婦嘛 太多事 南京大屠殺 殺超多人 大屠殺 然後 還有什麼 那 美國人就是因為 他過度的污染 地 地球啊 對啊 然後又很愛吃肉 你知道嗎 對 很愛吃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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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都是英文啊 沒有辦法 所以要吃素嗎 不用吃素 所以你是暢早在吃素 不是 因為我們最近有在吃素 不用吃 不用吃素 我 我 但 你不要那麼愛吃肉 就是 因為我們最近 就很莫名其妙 突然很愛吃素 嗯 我們還去那個吃素的市集 然後超妙的 想說 欸 我們去吃素食市集 那想說怎麼那麼奇怪 去逛街吃素食 超詭異的 沒有 所以 是真的要吃素欸 是真的要吃素 但 但是 呃 好啦 在 在那個毛術星球 他們 他們沒有吃素 他們 不 不太推薦吃素 因為 其實對人提及的 是 是 是有 沒有 有時候 有些情況下 是沒有辦法正常去做的 對 因為 英文能量不夠 這是你問他的嗎 蛤 這是你問他還是你查來的 這個我沒有問 這個我沒有問 這個是我查來的 這個查不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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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啦 反正你哥他自己知道 對啦 嗯 我說他吃 欸 我剛剛是講 所以 他們吃的也是肉 但是他們吃的是人工培養的肉 幹 就你 陳柏凱你跟我講的啊 蛤 細胞分裂 我哪有講的東西 分裂是牛肉 或是豬肉 或是雞肉 喔 你跟我講的啊 人造就是那種 未來肉 未來 因為地球的 所有的資源都稀缺了啊 很多動物或是什麼都滅絕了 然後 植物也 植物蜜蜂都沒有 所以就是很多 食物都稀缺了 所以就變成說以後都是人造的食物 所以這個技術 有可能是 以後是從老鼠星座那邊來的 有可能啊 對啊 他這個訊息傳給地球人 然後地球人去 宣導出來 對 有時候 這個意思的傳達 不是這麼的實相 不會那麼的正式 不一定是人類發明出來 是 人類上面有老實相要走下來 他可能就是會 會讓某個科學家突然炸光 線索 我知道怎麼做了 這樣子 嗯 動物的意思 他不會像我這樣 心電感應什麼的啊 然後告訴你要怎麼做 他可能會讓某個科學家 就是說 突然靈機一動 我想通了 我可以那樣子來培養 什麼肉這樣子 哦 對 對 這個是他教導我們地球人的其中的方式 我知道 也是非常常用的方式 他會用他的方式傳達那個訊息 接收給我們 對 對 沒有錯 那你那個是不需要語言 接收到訊息 你就知道他表達什麼 然後 他是不 他是不需要語言 就是說 他跟我 他就算用心電感應 也不是 我聽到的那個 聲音 就是他直接給我的 Sign 是 他直接給我的意思 然後讓我知道意思是什麼 然後我 再用過語說出來 我知道 他給你一個Sign 對 我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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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部都大概知道了 就大概知道了 所以你們跟鳥類跟魚類是一樣的 蛤 鳥類跟魚類啊 他們也不用語言 可以幾萬隻 同時轉向啊 沒有 我 呃 這個地球應該蠻多 生物都已經有心電感應的功能 唉唷 嗯 我也很想要獲人啊 趕快教我啦 人類退化了 人類退化了 剛才還講說超想獲人 人類退化了 我就低等一點動物就好了 我來笑一下 沒有 但是動物沒有足夠的智力啊 牠們沒有 也有幾隻聰明的 牠們 牠們會有心電感應沒有錯 但是 牠們沒有智力 所以牠們沒有辦法發展成 我們現在這個樣子 可是你可以跟牠溝通啊 但是牠 牠 牠 因為牠的腦袋還沒有到那樣子 牠 牠 牠的智力 沒有辦法那麼複雜 你知道嗎 對 牠只能跟牠同種族的 對 去做交流而已 因為牠們的智力比較簡單 嗯 對啊 所以 狗狗有時候為什麼可以 狗狗 有時候 跟牠 為什麼可以跟牠溝通 因為狗狗跟牠的智力 是 也有大概六歲小孩左右嘛 喔 所以牠們是有可能 可以透過訓練 六歲就已經可以講很多了啊 對 六歲就可以講很多 那我怎麼樣可以 達到 我也可以訓練我自己 知道牠講什麼字 怎麼 怎麼穿搭意識這樣 我想知道牠想跟我講什麼 要怎麼練習 我覺得 我覺得 先講人好了 人跟比較簡單一點 人跟人 對 但是 人跟人 先覺得條件是 這兩個人都要有信念感應的功能 沒有辦法說 你 你沒有信念感應 然後我可以 我有信念感應 我可以知道你的意思 沒有辦法 那你怎麼樣感應到這個人 有沒有信念感應 怎麼找 為什麼 怎麼找 對啊 我 我跟你講 我現在的能力 是還沒有辦法這樣子的 我只能跟這個毛鼠心靈這樣而已 還沒有辦法 才出學而已 慢慢來 沒有辦法 對啊 沒有什麼路線 沒有什麼路線 所以意思是說 如果今天你不心存散念 你就會被 懲罰 就會被懲罰 他就是要消 消滅那些離世愛很遠的人 對啊 好比說讓牠生病啊 讓牠生病啊 破壞這個世界 破壞這個環境 破壞這個環境 地震事與災難啊 戰爭啊 戰爭啊 牠就是透過這樣子的 意識 操控 所以牠好像在打電動一樣 那操控接下來做什麼 這樣子 你可以這麼想 就是牠有可能真的是在打電動 對啊 電動理論也是我知道的 對啊 哇 就是這一盤掛了 然後就重來了 重點開始蓋 那牠還有想到 這個 這個 這個造物 這個造物 全部都是透過意識來創造物質的 對啊 我們現在只能用 所謂的意識 我們把它簡單講 就是能量 對 我們現在人類只能做出的事情是 我們可以把物質轉化成能量 對不對 比如說原子彈從物質轉化成能量 很棒 對 對 但是 可以有能量轉化成 物質 最大可以無中生有 哦 我懂了 蹦 變出來 根據熱力血第二 這個這個這個熱力血第二定律 對不對 所說能量負面定律嘛 對不對 對啊 所以 靠北我通常忘了是怎麼講的 你ㄎㄧㄤ掉哦 沒有沒有沒有 能量嗎 能量轉化成物質 對 能量能夠轉化成物質 那為什麼物質沒有 不然 物質可以轉化成能量 那為什麼能量沒有辦法轉化成物質 應該是可以吧 對不對 對 就有一點像是 天人所說的啊 傷可以順行 但是也可以逆行吧 就是那個元素啊 順行與逆行 Fuck 所以他剛好這個時候電影上市 他就是要 給我們警訊 他要讓 他要讓 讓你知道 這個是宇宙不是只是單 單相而已 對啊 但是這個 但是這個宇宙上 確實 確實 沒有辦法 倒退嘛 不會像電 對 對 他只是說 為什麼我們人類可以從一個實體的東西 比如說 我拿 炭去燒 它可以產生熱 熱量 然後讓我的 這個 這個 發電廠可以運作 對 我們可以從物質轉化成能量 那為什麼能量沒有辦法轉化成物質 嗯 嗯 所以啊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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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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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透過 儀式去 創造出這樣的物質 所以其實 我們每個人心中可能都有這個 小宇宙 對啊 你懂嗎 你有可能現在透過儀式 在做你現在的任何事情 其實 你 你的身體裡面也有一個小宇宙存在 但是 這個小宇宙裡面的這些例子 沒有辦法觀測到你 沒有辦法觀測到你 嗯 就跟我一樣 沒有辦法觀測到 造物主的意思 一樣 但你知道他在 對 但我知道他在 但我不曉得我的 生肌的細胞 知不知道我的存在 所以他只是要利用這個 這個時候 你自己也是小宇宙 造物主也有他自己的小宇宙 所以其實你就是他 他就是你 你也可以成為那樣子 所以這個 這個人類體驗 全部都是自己創造的嗎 經由你的意識去創造 人類是憑空出現的 憑空出現的 人類不是 遠後 就是 我們現在所謂的大文的那個 進化論 並不是那樣子 對啊 他是突然出來了 他就是突然出來了 啊 突然在某一個地方就出來了 那他 他 這個人的出來 就是 神的意識 就是 造物主的意識 把人的這個靈性 因為他想這個事情 對 他想這個事情 所以他就創造了出來 哦 然後 然後他自己又加了一個規則 對啊 他自己又加了一個規則 欸 憑空造出一個人 好 那我問一個很嚴肅的問題 人類生命的意義到底是什麼 我覺得人類生命的意義 我覺得很抽象 對啊 對啊 那你覺得就是這一世是來幹嘛的 這一世是來幹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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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其實已經跟我講這一世是來幹嘛啦 對啊 那你來幹嘛 沒有他就是希望我可以當一個分享者 那我來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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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我來幹嘛 呵呵呵 你還過去發覺 自己去發覺 所以每個人都要自己去發覺 還沒點到 點到你就對了 他先點到他 就是 生命的意義 如果縱觀人類生命的意義 我覺得是毫無意義的 人類為什麼要欺遇這個宇宙 我覺得這個問題實在太堅持了 人類為什麼要在這裡 就是為什麼神要創造人類 這個我覺得 非常困難 沒有 我大概 我有聽過一個說法 就是說 其實 等一下 有了嗎 要貫穿嗎 可以先走嗎 剛剛講到哪邊 你說你聽過一個說法 說人類的起源怎樣 人類的起源 現在突然忘記了 人類的 那一種說法 就是他的目的 就是一個 從母體出來的一個靈魂 或者是意識 然後來到地球上的一個交通工具 然後去體驗他的 得到體驗 然後再把資訊帶回母體 這個是這一世的意義嗎 嚴格的講他的目的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但是動機是什麼 總共有個原因吧 對啊 這個太困難了 因為他就是在打一個game 因為他在打一個game 我們是要設定的一個game裡面的角色而已 所以我覺得不要太拒絕這個東西 因為他還跟我講了一件事情 什麼事情 說出這個宇宙吧 對 對不對 他是有一個造物組 說是創造出來的 對啊 那他還跟我講了 這個毛術性的人 還跟我講說 這一個世界上 還有七個宇宙 還有六個宇宙 所以總共是七個宇宙 對 就是類似這樣的宇宙 但是每一個造物組 所創造的規則是不一樣的 我知道 就跟那個電動的server一樣 對 有日本的 香港的 台灣的一區區 對 他去調整了不同的參數 哦 嗯 對 但是都很類似於這個宇宙 我知道 但是規則都不一樣 嗯 對 所以沒有所謂的平靈時空 那個平靈時空 不會有你的存在 對 那個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宇宙 是超級的性價 嗯 嗯 所以就不要探討太多了 不要去問說 那另外一個 宇宙的物理現象是什麼 哦 那 可能 是完全沒有辦法理解 對 因為糾結是沒有用的問題 沒有用的問題 對啊 趕快往前走 所以 所以賈伯斯他算是 你怎麼就回來了 我不知道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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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所以 我才說 其實 人類起源 或者說這個 宇宙被創造的目的 其實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就是說 他是在一個無意識的狀態 才突然有一個理事 所以 對啊 所以我們都真的想太多 想幹嘛就幹嘛 出現的 因為本來就都沒有意思 對啊 因為其實都是空嘛 就是 佛教所說的 對嘛 倒置的怎麼都是空 佛 佛 佛會說 我是 你是 虛嗎 對啊 我 我創造出來 你 我是 我的意思 去 創造出來 你 所以 可以是空 對啊 因為我 下銀行可以讓這些 都沒了 這是一個想法而已 就是一個想法 一個 交流 一個什麼意識的傳達 那 那 如果是這樣子 那 他還在意這麼多幹嘛 所以我們其實活著 沒什麼意義 哈哈 就開心就好 反正他要幹嘛就幹嘛 也不是我們可以操控的 都他在處理 但是 你要講好 在他的眼中 是沒有意義的 如果你以他的角度 對啊 你自己入戲 自己是認真這樣子 可是對他講一點意義都沒有 但是 你非得入戲 不可 如果你非得入戲 不可 因為畢竟 你還是生死的處在 你還是他的意識的一部分 我懂我懂 對 如果你 你不 你不知道他的規則之後 你的靈魂會很痛苦 對 GAM裡面怎麼痛苦啊 當然不要 對 分別 不可 賤 不可 hilft 發射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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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